这是骨肉分离的状态 毕竟是牛五花 每个人是438元吃到饱 然后一个人是限时就时分钟 然后它的汤头一共也是有分两种的 药炖跟清炖的 这些食材都是自取的 那来吃羊肉乳 当然就是要拿羊肉的部分 目前看到只有四种 有羊西洋大骨 然后这是羊精吗 对 没错 那这个呢 这个羊排 那我们每一个都拿一点吧 它只要有水帘吃到饱 我就一定会狂拿 真的太爱水帘了 绑坡也是羊肉乳 或者是姜乳鸦 一定要出现必吃的配菜之一 首先先喝个清炖的汤头 清炖果然是清炖的 它的味道呢 真的是比较淡一点点 但是它又不是那种没有味道 它还是有那个中药的香气 但是它就属于比较清淡的 那我喝喝看它这个药炖的 药炖果然是药炖 很浓郁耶 但是因为我们刚刚丢了很多羊肉下去煮 我已经有似乎闻到一段连羊烧味了 这个是它的羊排 我们刚刚煮好了 这个羊排的肉看起来也好嫩哦 这个也是骨肉分离的状态耶 它已经炖煮一段时间了 其实 这是目前我吃过最好吃的羊排 但因为我真的很少在吃羊排 所以目前呢 它是我吃过真的很好吃的羊排 它不会脚不辣 嗯 那个羊排等一下我会多吃几个 它这个羊骨里面呢 也是有那个骨髓 这个等一下要用吸管吸起来 羊骨的肉呢 是比较有嚼劲一点了 就没有像羊排那么的嫩了 嗯 我觉得喜欢有嚼劲的羊肉 那就要吃羊骨的肉 而且羊肉炉的最贵的食材啊 是哪一个你知道吗 羊骨 因为它有骨髓 它其实里面可以看得到 有满满的那个骨髓 那这个就要用吸管吸 不过建议大家呢 可以自备那个环保吸管 我今天又忘了带 好多骨髓耶 它这个里面 它这个骨髓吸起来 就是那种很绵密的口感 就那种绵绵烂烂的 再来我要试试看 这个胶纸满满的羊溪 有没有看到这个透明白白的 就是它的这个胶纸 嗯 很黏黏的耶 这个口感真的要很爱吃胶纸 人会喜欢 这个可能我不能多吃 因为我多吃的话 会觉得有点怕怕的 刚刚吃过很黏很黏的那个羊鲫以后呢 现在来吃一个比较有嚼劲的羊鲫 嗯 这个其实很像一般的那个羊肉片 嗯 不管吃火锅还是羊肉鲫 还是酱母鸭 我都很爱吃蔬菜的人 因为蔬菜啊 一般呢在羊肉鲫店 一盘就要60块块 诶那这边吃到饱很划算耶 438可以尽情的吃蔬菜 那肉片呢有分好几种 像这个是牛五花 那这是猪肉 还有这个是羊肉 然后再来这个就是巴鲨鱼 那个羊肉的质感其实还不错哦 猪肉就看起来是比较普通的那种猪肉片 哇 你看它的羊肉丢下去不到一分钟 差不多熟了 它这个是比较Q 因为会带筋的嘛 它这个牛肉看起来比较肥耶 因为毕竟是牛五花 所以油脂比较多 它的牛肉是片比较有嚼劲的 它这个跟羊肉片一样耶 它的牛肉啊不是像那种就是可以入口计划的 还是可以吃比较有口感的 那这边的羊肉丢吃得到吧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吃得到海鲜 因为外面的羊肉丢了 基本上是看不太到海鲜的 虽然说它的海鲜的品相很少 但是没有关系 还是多少可以吃得到一些海鲜料理 像是有虾子啊 花枝也有鱿鱼 会不会其实根本没有人要吃虾 因为大家就是忙着吃它那个羊骨啊羊肉 对不对 来吃羊肉我就想吃羊肉 但是我觉得它的虾子可以让那个汤头更鲜甜耶 所以我觉得虾子还是有补充 是不是很大 这个人是什么 我是有什么 我一直看见 是不是很不错 我一直看见 这里是这个东西 我一直看见 你很不错 我一直看见 有什么东西 我一直看见 你对那是这个东西 我一直看见 我一直看见 你对那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